在娱乐圈,夫妻当的组合总是备受关注 而最近,黄欣颖和她的老公首次亮相全家福 让众多粉丝翘首一旦 这次他们不仅站在全家福的C位 而且还展现了甜蜜幸福的模样,让人羡慕不已 全家福照片中,黄欣颖的老公站在C位 一双手搂着娇妻,笑容满面 这位神秘的老公首次公开露面,引发了广泛关注 不仅如此,他们俩还散发出一种深深的爱意 仿佛整个镜头都弥漫着幸福的氛围 黄欣颖与妮某上约完婚 两人的婚礼合照陆续在网络上传播 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 他们的婚礼不仅华丽而浪漫 更是一场感人至深的爱情盛演 这对新人用独特的方式向世人宣告 他们的爱情将是永恒的 在婚礼上,不仅有了黄欣颖和她的新郎妮某的幸福合影 还有了黄氏家族的全家福 照片中一家人其乐融融,无比温馨 这场全家福的拍摄不仅见证了一段美好的婚姻 更是传递了家庭和睦的力量 婚礼后,黄欣颖在Instagram上 分享了与三家姐黄欣慧一起吃饭庆生的照片 这一组照片不仅展现了姐妹之间深厚的感情 更是一次生日庆祝的温馨瞬间 姐妹庆生让人为之动容 黄欣颖的新郎妮某首度曝光,引起了网友的好奇心 关于这位神秘老公的身份和背景 一时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她的出现让人们对这对新人的幸福充满了遐想 这段缘分仿佛是天定的一场美丽邂逅 在全家福照片中 黄欣颖的老公选择站在C位,成为镜头焦点 她双手搂着娇妻,笑容灿烂 这一幕仿佛是幸福的写照 让人不禁为这对新人祝福 C位不仅是站的位置 更是一种珍贵的象征 宛如幸福的加冕仪式 全家福中,黄欣颖和她的老公 展现了一幅幸福如画的画面 两人紧紧依偎,笑容满面 透露出深深的爱意 这一刻不仅是对彼此的宣誓 更是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展示 甜蜜时刻让人感受到了幸福的力量 除了婚礼和影外 黄欣颖在Instagram上 分享了与三家姐 黄欣慧一起吃饭庆生的照片 这一组照片不仅见证了家庭的温馨 更让网友们感受到了 这个网红家族的亲密关系 在娱乐圈不仅有明星的光环 还有家庭的温暖 随着全家福的曝光 黄欣颖的婚姻生活备受关注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送上祝福 希望她和老公幸福美满 这对新人的幸福不仅属于他们自己 更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美好祝愿 愿这段爱情长长久久 甜蜜幸福永远 柠檬与黄欣颖的浪漫故事 成为了媒体和粉丝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两人的相识 相知 相爱 宛如一部爱情传奇 这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不仅让人们相信真爱 更为这对新人的幸福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ins上分享的庆生照片中 黄欣颖与三家姐黄欣慧一同情深 这一独特的情深方式 展现了姐妹深情的一面 也是一次别开身面的庆生活动 在喜悦和欢笑中 黄欣颖迎来了心泪一碎 带着满满的祝福和期待 婚礼合影一惊曝光 黄欣颖的社交媒体 迅速被粉丝们刷爆 无数网友送上祝福和祝福的言辞 纷纷在评论区 表达对这对新人的美好祝愿 这场婚礼不仅是一对新人的喜悦时刻 更是无数粉丝共同分享的幸福瞬间 1989年 黄欣颖出生在一个香港的中医世家 她的父亲是香港有名的中医 父母工作都很忙 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她 黄欣颖和父母关系也不好 经常吵架 从小就渴望自由 不想被关输 虽然是这样 但是家庭生活还算是可以过得去 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黄欣颖的母亲发现她的父亲出轨了 原来黄欣颖的家庭生活 对她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黄欣颖的母亲就带着她和姐姐 去美国定居 在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 长大之后 黄欣颖出落得非常好看 婷婷玉丽的大美女 身材优越 长大之后她有了进娱乐圈的想法 想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渴望自由 自己能赚钱 当时黄欣颖大学毕业后 不顾母亲的阻拦回到香港 但是他们家在香港 没有什么影视圈的人脉和资源 她只能自己寻找机会 当时香港普通人将进入娱乐圈 有一个重要的通道 就是通过香港选美比赛 而且蔡少芬 赵雅芝 张曼玉的人 都是通过选美比赛成功进军娱乐圈 并且发展得很好 黄欣颖还算不错 在比赛后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被星探发现 签约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式出打 黄欣颖这位港姐出身的女演员 虽然在内地观众中的知名度有限 但她的感情纠葛 一直备受关注 特别是在2019年 她与已婚的许志安 被曝光在出租车上的偷情事件 引起了巨大轰动 作为第三者 她承受了许多指责 但现在四年过去了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今年8月 黄欣颖宣布 与乐队鼓手妮猛的婚讯 尽管两人的感情早已传出小道消息 但当时黄欣颖因各种原因一直否认 她才表示 事业才刚回暖 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 感情要放在一边 毕竟许志安事件严重影响了她的视野 但现在她的视野虽然曾一度低迷 但感情却收获颇风 两个月后 她与妮某举办了一场低调的婚礼 只邀请了亲近的家人和朋友 照片中 她们俩幸福洋溢 手牵手走在一起 简单却充满幸福 黄欣选择了一洗简单而优雅的白色礼服 展现出性感和可爱的一面 而最引人注目的要说她手上那颗闪亮的大钻戒 充分展现了妮某的慷慨 黄欣的婚礼曾引发怀孕传言 她的修身礼服显示她并没有怀孕的迹象 这次的婚姻是真实的 是因为爱情深处 她想要过上稳定的生活 才会这么快步入婚姻的殿堂 尽管两人有着14岁的年龄差距 而且妮某是二婚 但对于感情来说 年龄早已不再是问题 她们拥有共同话题 相同的生活态度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妮某曾有一段婚事 但婚姻结束后 她在黄欣逸身边找到了真正适合的人 两人共同的爱好和默契 让她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黄欣逸曾以破坏他人感情而备受指责 而她当时也有男友 即知名演员马国民 不过马国民大方地祝福了这对新人 希望他们能幸福长久 曾经是众人羡慕的情侣 却以一念之差 未能走到最后 但如今 他们各自找到了适合的人 这或许就是缘分 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最终会引导你找到对的人 对于黄欣逸来说 这次婚姻将带给她全新的生活 尽管她曾有很多肥本 但她愿意又努力 来挽回曾经失去的形象 虽然不是所有人看好这段婚姻 但希望他们能珍惜彼此 过上幸福的生活 随着婚礼的落幕 黄欣逸迎来了新的生活篇章 粉丝们对她未来的发展 充满了期待 在娱乐圈闯荡多年的黄欣逸 将在新的身份下 迎来怎样的变化 无疑成为了大家猜测和关注的焦点 未来客期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她精彩的新篇章 通过这一次全家福的曝光 黄欣与她的老公 不仅在公众面前首次亮相 更展现了一幅甜蜜幸福的画面 这对新人的爱情故事和家庭温馨照片 不仅点燃了粉丝们的热情 更为娱乐圈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愿她们的爱情长存 未来的日子里 幸福如影随形